文化 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做一個東西 尤其是我們歷史的東西 鼓舞著東西出來之後 有古物的東西出來之後 你會不會有一個的那個 只會有一種成就感 外面只是看到它完整的一面 它是幕後我們在做的 對待這些文物真的是不一樣 把它當成是自己的生命一樣 當時進來的時候 民國五十幾、六十幾年代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司徒制 那我學的就是文獻、清工檔案、清史稿這類 還有善本古籍 像這個重塑的很嚴重 那為什麼我們用補的呢 因為托錶的話它會增加它的厚度 原本還會裝不下去 所以我們就用補動的 以前古時候留下來的 我們先要拆它的書看它怎麼裝 再有辦法把它恢復原裝 前人應該很有腦袋、很聰明 他會想到說後面的人將來好修 他這個修也不是永遠的 他也會有損壞的一天 修這種東西不是死的東西 非得要這樣修不可 因為連帶在變 以前的古法修法跟我們現在又不一樣 我現在修跟我師父一樣 我們修的那種心態就是說 我現在修的也要留給後面的人 將來好修、好拆 修為相愛戒 這留也太多了 台北印象方法社會嘛 有些時候就會出去跟同事出去玩 那時候師父對我有一點很失望 師父後來看見我當面後來有個改變 所以師父就會繼續教我 但是那時候我就在想 既然師父這樣教我 有心要教的話 我們就有心要學 所以我會繼續在這一門繼續學 也是有這個因素 學這個 是要時間的磨練 其實工序上說起來不是很多 可是一定要經過時間的理念 他才會感受到 我剛開始的時候 我也想說這些文物理由在幹什麼 後來想想是不是說 這些都是有歷史價值 前人常說啦 古物有靈 那我們就把這個古物 它比一個說一個 沿脈、體弱 跟人一樣對待 因為文物看那麼多 有些時候看它那麼破 有些真的很不捨 真的會有這種想法 真的是碰到文物之後 它的想法會比較深刻 以我來講的話 包括故宮裡面的修物師 應該他要三代文物 把破損或者是說 食物經驗 或者是他的技術 那以最好的把它記錄下來 這是一個經驗 然後傳給後人 這都是我們每天 每天有在想的這種使命感 修舊如舊 要展現原來的樣貌 譬如說它壞的地方 給它修補好了 可是要給後來的人知道 這個是後來修補的 我的生命完全就是 能夠進入故宮 修護這些文物 如果我現在想的話 想以往的16歲 會讓我變成這個樣子 我還是會回來這個地方 要不等一下 你 travel 目前為止 託 今天 發展 現在 不然 沒有 快 such jealousy 還是